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内容是分析其各项利润较前一期或几期利润而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企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并确定利润分析的重点项目所在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比亚迪汽车的2020年的利润表的水平分析 首先根据比亚迪汽车的2020年利润表 编制水平分析表 计算利润表各个项目的变动额和变动率两个指标 编制好后对利润表水平分析表进行分析评价 水平分析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 净利润分析 净利润是企业所有者最终取得的经营成果 通过水平分析找出企业净利润增长或下降的原因 从比亚迪2020年利润表水平分析表 我们可以知道比亚迪2020年实现净利润60.14亿元 比2019年增长38.95亿元 增长率为183.83% 导致净利润变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 比2019年增长了44.51亿元 尽管2020年所得税费用也增长了5.56亿元 二者相提后 2020年净利润仍然增长了38.95亿元 因此还应对利润总额的增长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二步 利润总额分析 利润总额是反映企业全部财务成果的指标 它不仅反映企业的营业利润 还反映了企业的营业外收之情况 通过水平分析 我们可以找出企业利润总额增加或减少的关键原因 本例中 比亚迪汽车2020年利润总额增加了44.51亿元 主要原因是 营业利润比2019年增长了47.73亿元 增长率为206.44% 营业外收入增加了0.55亿元 小于营业外支出的增长额3.77亿元 最终对利润总额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可见在利润总额分析阶段 营业利润是影响利润总额的关键原因 第三步 营业利润分析 营业利润是企业计算利润的第一步 通常也是一定时期内 企业盈利的最主要 最稳定的关键来源 它反映了企业自身 生产经营业务的财务成果 通过水平分析 可以找出引起营业利润增减的主要原因 本例中 2020年实现营业利润70.86亿元 比2019年增长了47.73亿元 增长率为206.44% 增长无度较大 营业利润增加 主要是营业总收入增加所致 2020年公司营业总收入达到了1565.98亿元 比2019年增加了288.59亿元 增长率为22.59% 投资损失和资产储置损失 比2019年减少 对营业利润的增长有利 虽然营业总成本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和公元价值变动损失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仍不能抵消营业收入增长 带来的有利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和公元价值变动损失 较2019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做进一步分析时应该注意 以上 便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利润表的水平分析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搜索 你感兴趣的企业利润表资料 尝试分析一下吧 本节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下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